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被中共反腐運動打下的最大老虎 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在中共的兩會期間又成了媒體的話題 3月13號 香港《商報》報導說 兩位熟悉案情的中共高官透露 周岸目前正在偵查階段 進展順利 周永康的鐵牙已經被撬開 態度相對配合 如果不出意外 預計會在今年開審 報導說 據中共最高檢察院的官員透露 周岸也會採取和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案一樣的異地審理方式 但具體的地點還沒定 不過可以肯定不會在北京 而案件審理的公開程度也將和不案相當 但是英國路透社13號卻報導說 儘管中共最高法院的院長公開表態說 周岸將公開審理 但是這個超級敏感的審判可能遠遠不那麼公開 報導說 當初薄熙來案也聲稱要公開審判 但是卻禁止外國媒體參加 審判的內容也僅僅是通過微博進行所謂的實況轉播 而周永康是過去十年當中最有權勢的政客之一 中共不會允許他在法庭上披露令自己尷尬的東西 國家機密的部分也肯定會在密室中審理 黑龍江建三江的四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的案子 一直受到外界的關注 3月13號 辯護律師王宇和唐天昊再度前往建三江法院 要求會見承辦法官王敬軍 糾正1月8號建三江當局 對四位法輪功學員非法秘密庭審的錯誤 但是仍然被法院拒絕 而被迫害的當事人石孟文的五名家屬 則是遭到警方的上門抓捕 律師王宇告訴本臺記者 石孟文的家屬被抓 是因為陪同律師到建三江法院和檢察院控告 觸怒了地方當局而被報復性綁架 目前被抓的家屬有三人已經釋放 另外兩人還在被關押中 但是關押的地點不明 去年的3月20號 唐吉田等四名律師還有七名家屬 前往建三江青龍山洗腦班 要求釋放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第二天11人全部被警方綁架 並遭到酷刑虐待 在大陸民眾潛伏後繼的聲援 和國際社會的強大輿論壓力之下 建三江當局先後釋放了 一共被打斷了24根肋骨的4名律師 和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 3名法輪功學員 但是另外4名法輪功學員 石孟文、王彥新、孟凡麗和李貴方 則一直被關押至今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好 觀眾朋友 好 觀眾朋友